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表现在辛丑年 有网友提到说 这是辛丑年 今年是辛丑年 习近平要借助辛丑年来站在辛丑条约的基础上 表现出来的他的强大 其实不是 实际是站在辛丑条约的基础上 他只不过回归了当年的慈禧太后 有着义和团的风范 以屠夫的方式 屠杀的方式 一个李莲英娶老婆的一种自我强大的概念 向人间展现他的实力 而这一份的展现 却让所有人看到中共的这种不可能 与正常社会有着交往的本质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卡尔松 卡尔松在星期五的晚上八点的节目当中 就他整个这期节目就在评价 拜登坐飞机摔倒 和这个乘飞机上飞机摔倒 和有关中美谈判过程中 杨洁篪表现的那样的强硬的缘由 文章因为太长了 所以他大概讲述就是说 北京政府习近平 对今天的美国政府的蔑视 嘲讽 和那种无可接受的 对所谓的自由派的民主 那份虚弱 和今天美国白宫的总统白宫的主人 若不经风的现状 是对他习近平巨大的嘲讽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向你称臣 我今天要服了你 我习大的我就是一堆屎 人家卡尔松没这么说了 卡尔松用了整个谈判过程中 就是杨洁篪跟美国的国务卿 布林肯之间的对话的过程 他逐条分析了中共的强硬野蛮凶狠 和在野蛮强硬凶狠 打的布林肯完全是措手不及 布林肯措手不及 因为布林肯在一开始谈判的时候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陈述了他的态度 两分多钟 记者在现场 然后扭过两分多钟 两分41秒 沙利文他的伙伴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两分10秒 结果杨洁篪上来说话就骂他 说你故意超时 他讲两分钟故意超时 而杨洁篪骂他的时候就讲了16分钟 用他抄对方指责 指责对方两分钟超时的说法 然后我要加倍的偿还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打死你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这是杨洁篪做出来的 然后呢 王毅讲了四分多钟 所以他们两个人讲了二多分钟 整个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卡尔松就直接抨击了今天的左派政府 白左在习近平的眼镜里就是垃圾 就是小丑 就是小妖 而习近平背后的共产党是魔鬼 小妖挑战魔鬼 让魔鬼勃然大怒 而你左派推行的一切 你的生命的基础在人共产党那 而你今天还坐在我面前 想跟我喝三呼六 你们家的总统怎么来的 他自己清楚 这话是这么回事 你总统怎么来的 你自己清楚 你奥巴马拉几嘎的屎 你蹲在地下室里干什么 怎么去指挥拜登的 我比你清楚 他说这事报办 这里面有个坑戟啊 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坑戟 大选的结果 大多数认为他是欺诈 而欺诈的背后的势力 欺诈的背后的缘由是中共 那他习近平手里头 有大选过程的资料吧 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 如果大家认识是对的 那如果他有这东西的话 也就成为了今天 杨洁篪如此慢待 在美国的本土上 阿拉斯加 如此的狂野 谩骂这个 布林肯 美国的最高外交官员 他有情可原 对吧 他有情可原 他的潜台词就是 我今天骂你了 你敢 你敢支用声 我就把资料给你放到网上去 这是事实 那网络攻击是美国 是中共国很强项的东西 对不对 在网络攻击的背景之下 在揭示着奥巴马 如果真的揭示出奥巴马 民主党 所有左派势力 如何勾结在一起 通过什么具体手段 来左右大选结果的话 那今天的美国政府 将如何应对 你说他如何应对 你说美国最高法院 如何应对 你说美国司法部 如何应对 这个奥巴马也好 拜登也好 整个大肉蛋 攥在他手里了 在他眼睛里就是傻瓜 他如果真有这东西 那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强硬 对吧 这是Tank 卡尔松在乡的 他没有太细分到 有关大选的问题 因为有关大选真相的问题 成为了美国社会禁忌的话题 是左派媒体 包括大公司完全封杀了 那作为媒体人 现在在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现实 他到时候 他基本这个社会 不许说这话 YouTube给你疯了 Twitter给你疯了 Facebook给你疯了 他都疯了 他全疯了 那正常人面对疯了 那你也不能跟人一块疯啊 所以他就回避了 当然有人说这是一种软弱 你可以这么描述 但这是现实 对吧 那Tank就在他的节目中 强烈的攻击 就是抨击了 左派势力的 极左势力的B组 奥巴马 选了一个弱不经风的总统 遭到了人类社会中 最邪恶势力的嘲笑 而他嘲笑的本身呢 又被习近平完完美美的 把自己嘲笑一番 他借助了对白左的这一份抨击 他却引用了辛丑条约 因为今年是辛丑年 今年是辛丑年 120年前辛丑条约 是当时作为中国历史当中 百年历史当中最大的丑闻之一 1901年 那结果说中国疯传辛丑条约对比图 网民们就开心了 这是他对比两个现场 网民们开心了 祖国强大 那今天的习近平 要借助辛丑年 借着奥巴 借着这个这个拜登的虚弱 去表现一下我自己的强大 大家明白了 所以这中美之间的见面会谈 谁安排的 现在没说 谁先提出来 没说 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应该是中方先提出来 绝不是美方 那中方提出来 那让这个美国人当成配角 来展现习大大的伟大 当美国人把客人请到本土之后 客人进来把他臭骂一通 我很伟大 那习近平 把自己对比成义和团 和当年的慈禧 当年的慈禧 在辛丑条约之前 当年的慈禧 你看起来 他是对比辛丑条约 他强大了 实际习近平就是曾经的这个慈禧太后 所以在对比的这个背景之下 另外有网友就拿出了这个慈禧太后 大概有这个电影 说大清帝国 绝不能受此大辱 我宣布向美利坚开战 向法兰西开战 向什么 大英帝国开战 然后臣子们在那跪着 扎 就给扎了 所以在官方对比着辛丑条约的时候 在民间却对比着这个慈禧太后 向八国联军开战 向西方开战 这是中共的 中共这一面在利用这个东西 所表现出来价值观 而同时它又有美国人的原由 今天极左势力的出现 抛弃传统的东西 促成了这个场面 但这个场面更大的场面 就是变成了 今天美国社会当中 这些最坏的左派人士 想去贴共产党的屁股 他不让你贴 他们想贴共产党屁股 他不让你贴 要共产党扭转 所以就真正的更大的场面 就形成了客观的形成了 共产党是孤立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